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 在这复活节后的主日 我们心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 一起思想神的恩典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感谢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带给每一个主耶稣门徒的永生的盼望 在这世上的每一天 尽管有劳苦重担 有病痛 有忧愁 有软弱 当我们放下一切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所应许的平安喜乐 就大大的充满我们 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 帮助我们 更多认识神 亲近神 仰望神 把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恩手中 愿讲员的信息和神心意 愿全会众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蒙神悦纳 求神祝福和兴望你的教会 成为你所喜悦的肢体和合用的器皿 愿一切荣耀归于我主耶稣基督和天上的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下面是诗歌敬拜事件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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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慰到你 每个家里都赐了 万民奔放 所有的爱人 尽都赐了 你心事恨啊 你心事恨啊 被造成痴消 心疯不安慰 我一切须永迷 存在意味 我一切须永迷 我一切须永迷 保证 也想无怀 词曲 李宗盛 你就在这里 我与你相复在你面前 只知道你是我的神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彰显的心使我看见 我要在这里 见到你 给你有千里的荣誉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回应的心 与你相恋 我要在这里 爱你 比你有千 比你荣誉 我会永远 安静在你面前 尽量 你就在这里 我与你相复在你面前 只要你是我的神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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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我 看见 我要在这里 见到你 帮你 因你有千里的荣誉 让我得见你的容颜 偶封 不要在这里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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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帮你 充满在这里 高阳宝窗 圣灵在这里 拥有风采 宠爱在这里 高阳宝窗 圣灵在这里 拥有风采 宿血细比较联 从今夜心 使我感觉 我要在这里 天空里 应一种吃 应一种药 让我的天会永远 为你亲爱的相恋 我要在这里爱你 为你永远 为你荣耀 弟兄姊妹 祝你平安 相信最近我们很多人都打了疫苗 希望我们继续蒙神保守 有身体健康 然后我们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 上周我们刚过了佛节 那么大家知道在教会的阅历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在佛节后的第四十天 有一个重要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一起来翻开 使读行传第一章 今天我们的经文 希望大家能够拿自己的圣经 翻开自己的圣经 我们来读 翻开自己的圣经 使读行传第一章 我来读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提阿菲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 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解上身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果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犹然是用水撕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扶贫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真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背着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主我们神 我们要敬拜祢 我们感谢祢 祢是那位 向我们施恩典施联名 满有诸般吃爱信誓的神 我们感谢祢 在基督里 祢拣选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 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 儿子的名分 而且借着祂的血 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都是造你那丰富的恩典 我们感谢祢 祢更赐给我们圣灵 做我们得救的凭据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话语 一起等候你这句话语 求圣灵就打开你自己的话语 也开启我们的心 来明白你真理 更给我们有渴慕 进入你心意的心 叫我们愿意 进入你自己的旨意 回应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 叫我们讲的听的 在你面前一同的蒙恩 我们相信你的话语 绝不是路空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是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特别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逼得着能力 并让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底做的见证 这段经文 先提到耶稣的升天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记载当耶稣告诉门徒 他将要走向十字架 门徒非常忧愁 当耶稣受害的时候 门徒失散 读不见了 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们有极大的改变 可以说是180度的改变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 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怎么描写 当耶稣升天的时候 他说耶稣举手 给他们祝福 正在祝福的时候 耶稣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大大欢喜 回耶稣举手 回耶路撒冷 藏在圣殿里 称颂神 他们从忧愁悲伤 突然之间180度的改变 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明白了 耶稣升天的意义 耶稣升天去哪里呢 耶稣升天是 在耶和安福音 已经告诉他们 他要去 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 然后要接他们去 他们也明白 升天的意义 今天我们一起 借着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看 耶稣升天有什么意义 然后我们也来看 一章八节 耶稣在升天之后 最后的一句重要的话 一个吩咐 也是一个使命 留给我们 好 耶稣的升天 升上去 什么叫升天呢 不是升上空就叫升天 今天我们的科技 绝对可以把我们提上去 升到天空 一直是天空 圣经解释说 唯有从上面降下来的 才是能够升天 耶稣到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然后成就救恩 再升天 那么升天有三个含义 我可以看到 第一就是在第九节这里说 有一段云彩把它接去 这象征了 神荣耀的彰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旧约圣经 当神要是 他的百姓知道 神在你们中间 与你们同在 人看不见神 这位至高至大神 不能助人手所造的 所以神用云彩 在藏会幕里面来充满 使能感受到神在其中 当所浪民现殿的时候 这个圣殿 也是有云这样来充满这个殿 象征神 跟他们同在 所以神的光临呢 就有这个云彩 当耶稣在登山宝训 变象的时候呢 在登山变象的时候呢 他跟门徒之间又有云 遮住 门徒 所以这个云是可以说是 荣耀的云 因为神的出现 所以第一 我们看着升天 看着神荣耀的彰显 第二 耶稣去是有目的的 升天有目的的 第二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君王的登基 当耶稣被高举 这是一个君王的登基 登基只是一个王权的开始 接下来是掌权 我们常常看见经文说 耶稣在神的右边 那我们不要想是左边 右边 右边常常含义就是说 这是一个权柄所在之处 在斯蒂凡他受难的时候呢 他说他被圣灵充满定睛 看天天看见神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右边就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处在希伯来书呢 他说到 耶稣他是神荣耀发的光辉 神自己本体的真相 就是耶稣他就是神 真神 他常用他的权能拖住万有 他是那么有权柄的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这就是又是说到右边了 就是掌权的神 他是主权的神 不但他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不但他在天堂上坐在右边 他在右边为我们代求 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耶稣升天 他在右边呢 就是他表示他是统治 是君王登基 与父神同样的 都是有能力 有权柄 有诸佛 是万王之王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呢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他那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掌权的神 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呢 他服务之后 他说宣告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是我的 所以耶稣升天 是君王登基 那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耶稣升上天 他有一天要再来 在第十节这里 我们看见 两个天使使者 他对这些门徒这么说呢 你们看他怎么样升天 他还要怎样再来 所以在圣经给我们看见呢 我们这位主是要再来的主 但他再来的时候呢 是一位审判的主 要审判活人和死人 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有一天呢 都有一天必须站在基督的台前 审判的台前 所以这是一件 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事 没有想象的事 其实这是对很多人来说 不相信耶稣这一天 不是太好的天 是可怕的一天 但对已经信主了呢 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 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 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 与神永远同在的保证 是我们有何等的盼望 是活泼的盼望等待着我们 那耶稣的升天呢 还有什么意义呢 耶稣的升天开启了 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圣灵的时代 在约翰福音记载呢 当耶稣和门徒 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 门徒非常忧愁吧 非常忧愁 因耶稣离开他们了 但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 并要来接你们去 在同一章呢 耶稣还安慰他们说 我求父 父就另外吃你们一位保慧师 这位保慧师就是圣灵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时候神已经应许圣灵要来到 耶稣升天 圣灵降临 在使徒行证一章四节 所以耶稣吩咐他们 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父所应许的圣灵 叫他们等待 因为在不多时候呢 就要到了 那我们知道 有几天时间呢 在不多时候 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 就十天时间呢 圣灵就降下 所以从福报节 四十天耶稣升天 五十天就是叫五旬节 圣灵降临 在这十天里面呢 圣经给我们看见呢 在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里呢 门徒他们聚在一起 在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 他们祷告 他们祷告 所以恒心祷告 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 那在使徒行证里面 你看到每一章 很多处 信徒祷告 在什么光景底下 什么环境底下 都是祷告 教会 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所以在使徒行证里面 你可以很明显看见 这个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章 十四节第二章 那么圣灵降临之后 这个教会就开始了 当天保罗其他讲道 三千人信主 在没有主则底下 在没有计划底下 突然之间福音大爆炸 教会就产生了 这完全是什么 一章八节这里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先是降临在这个使徒身上 他们就避着能力 他们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使能扎心 使能悔改 然后我们看见 圣灵亲自来成全福音的事工 圣灵在后面推动 来成就 圣灵用神迹奇事 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 我们看不见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 但是我们处处看见 神的作为 在成就福音的发展 甚至在极大的逼迫之中 教会是更蓬勃的在发展 而且呢 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 还去到罗马 就罗马帝国的中心 那这一切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圣灵的作为 处处看见圣灵的作为 在这里呢 耶稣最后这句话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逼低着能力 神是要圣灵呢 是要成全祂的旨意 在这里呢 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呼召 就是要我们来做祂的见证 来做祂的见证 做基督的见证人 你来做祂的见证 那你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做 这不重要 人会不会信也不重要 因为能不信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的责任就是做 主耶稣的见证 一个人能不信主 完全是在于 这个人是否愿意谦卑 符合在圣灵底下 如果我们经过我们带领 有人信主 我们大概决至祷告信主 也不是我们的功劳 也绝对不是我们的功劳 是神自己来引领人 归向神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 我们做神见证的人 我们很没有压力 很自由的 因为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见证 其他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的 那么什么叫做我的见证呢 什么才是成为一个基督的见证人 或者是做见证呢 我们很多时候向人见证说 哎呀我们教会很好啊 我们教会的人很好 我们教会很多活动 我们教会有佛节有可以彩蛋 我们或者说哎呀我信了主之后 我就找到工作了 我的病的医治了 我也参加过部段会 有人说你是不是要你的家庭要好 你的婚姻要好 你愿意接受耶稣举手 他们举手 然后就发个礼物给他 那这算不算是见证呢 好我们这里来看 什么是见证 圣经给我们看见 什么是做基督的见证 这个保罗 他在格林多前书15章 这里他说很清楚 他说什么是福音呢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 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最重要这一点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买账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激发看 然后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 如今很多人还在 然后显给雅各看 又写给众人看 最后给保罗看 就是见证 这个保罗写得很清楚 当我们见证的时候 我们必须见证基督 基督的福音 那么就是要见证基督的身 基督的十字架 使救赎 复活 他的再来 这是见证基督 所以见证基督 必须是福音的中心 在《十字形传》第四章十二节这里说呢 除他以外 就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我们的见证 必须见证基督 人们如果没有听见基督 他怎么能够得救呢 人们必须听见基督 听见基督的救赎 然后回应基督的救赎 来到十字架底下 他才能够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这一点 希望我们能够听见 就是我们见证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必须见证基督 好像保罗说 我在你们中间不传别 就是耶稣和他定十字架 就是耶稣的救赎 就是说虽然很多人 不太愿意听到他是罪人 但是有病人需要医生 没有病人不需要医生 那人们需要听见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信仰的告白 信仰我们信仰的真理 这是人所需要的 听见的 可以来回应神 可以来到神面前 得到新的生命 可以圣灵来 来更新的人 来得到重生 好第二 见证是什么呢 做见证人呢 是生命的见证 当时罗马帝国 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一个很大的帝国 很多不同的文化 很多的习俗 当时他们的科技 或者是建筑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的很多哲学 他们的文化可以说是很先进的 但是他们的道德是很败坏的 社会的风气啊 道德 那么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有圣洁的生活 跟整个社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为什么这般人会这样子呢 保罗在菲利比书这里 他教导 也是当时的信徒就这么生活 他说你们 他就要求信徒说 使你们无可止灾 诚实无伪 在这完全被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一个败坏的时候 基督徒圣洁的生命 将神的道 生命的道来表明出来 所以他们有美好的见证 甚至他们很多人 维持他们信仰 他们为主寻道 所以他们的见证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要我们来做主的见证人 来见证基督 用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命来见证 还有从哪里开始呢 要耶路撒冷开始 从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去 这里在地理上呢 是从一个近的到远的 所以整本使徒行传的记载呢 就是根据这一节 这一节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大纲 所以福音呢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到第八章 然后第八章开始呢就去到 在犹大撒玛利亚 然后就去到撒玛利亚 然后十三章开始呢 去到这个外邦 去到小亚西亚 去到希腊欧洲 然后最后呢 去到罗马 所以福音也是寻了这个 有近到远 这样的这样去了 那今天我们要回应 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呼召 我们怎么来回应呢 我们可以来 明白我们的心理 我们自己得救 我们知道救恩 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信仰生活化来见证 那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呢 什么才是我们的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近到远 当时这个地方呢 不单是近到远 撒玛利亚已经一些住的人 是犹太人跟这个外族人混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已经是没有来往 而且他们之间 他们之间文化完全不相同 他们犹太人也看不起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近到远 而且是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民族这样的 然后去到外邦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语言 那今天在我们来说呢 也可以说是从近到远 那么近呢地理上一个近呢 当然我们这里就是Fremont 然后我们远一点就大湾区 然后我们去到这个 这个加州之外 然后去到海外 这个我们在地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呢 参加海外宣教 有的人被拆派去到 去到非洲 有的人去到南美 去到这个缅甸 去到各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个看法 还有一个角度来看呢 从近到远 可能是从 怎么样来看呢 今天我们有视频有电话 就是有些人跟你很有接触 虽然他住的地理上很远 但是跟你接触很多 你很有多的机会跟他接触 过去几个月 我接触一位福音朋友 他在纽约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一年多前有人介绍 因为他是我的福音朋友 但他也知道我是他的福音朋友 他一年来 他不太愿意 他心没有准备好要听福音 所以他就回避我 所以我们一年都没有接触 那最近几个月 他人生有许多 发生许多事 神在预备他的心 他愿意来寻求福音 所以这几个月 我们就有机会 而且是他愿意 我们就又有机会接触 然后这是 我是他 可能是他朋友之间 唯一一个基督徒朋友 而且我是用广东话 可以跟大家来通话的 所以跟他年龄差不多 所以神就使用我们这个 这个距离好像比较近了 然后他心预备好了 两周前他来到神面前 接受主 做他的救助 虽然搁得很远 但是还是当神把这样的机会 带给我们的时候呢 就好像很近了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呢 我们从这个层次来看 什么是你的耶路撒冷呢 我觉得是跟你最有接触的 跟你最感情最好的 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你能够彼此信任的 你已经很多年建立这样的关系的 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 他虽然离得你很远 他的心可能离你很近 他也很想听你的 想听你的分享 那这样的人呢 可能神使用你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还有时候你不知道 很多人他在等待着 人来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 只是他的环境 没有教会 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当他听见福音的时候 他很快可能就会回应 那这时候 可能你是个关键的人 只有你是他的好朋友 他其他朋友都是不信的 但是你这位朋友 有没有把耶稣基督福音 来带给他呢 这里我们有很多人 常常会回去自己的老家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中国大陆 你回去的时候 师父可以带一些福音当章去 准备好 准备来解释我们的信仰 解释福音 准备好来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你去到 跟你接触的人 都是你多年的朋友 都是你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都是很能够 谈心里的话的人 真可以使用你 过去有一位姊妹 她的父亲在中国大陆 已经能生来到最后的时刻了 所以她要回去 回去之前给了她 这个福音 属灵式定律 就是借着我们的福音 准备她 然后回去 她可以向父亲来传福音 父亲年纪很老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孩子年轻的来到美国 有机会信主 她回去之后 也有机会跟我们在这里做个视频 所以这很多年前 视频还没这么普遍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但是当时还不知道 但是这位姊妹从父亲过世后 从回来之后 她说父亲在临终时候接受了主 我相信神使用了这位姊妹 使用她这段时间跟父亲在一起 然后使用了她这位姊妹 来做基督的见证能 拯救了她的父亲 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 很多人如果有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准备 这样的愿意的心 然后神来成就 神说我们愿意做她的见证能 她要吃我们能力 吃给我们条件 福音从第一世纪 我们看的使徒行传是第一世纪 而且传得很快 在短短的第一世纪的时间 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 后来很多的逼迫 福音继续的开展 去了世界很多的角落 但是有十八个世纪呢 就是很难进入中国 有好几次几乎 福音可以进入中国了 但是后来都是以失败告终 中国的好像这个福音门关得很紧 很难进来 在十九世纪呢 有一位年轻人 1807年的开始 有一位25岁的小伙子 叫做马尼顺 他从英国呢 坐船113天 经过美国 然后去到中国的澳门 那在船上有人问他 小伙子啊 你要去中国改变中国 你能够改变中国吗 当时是清朝啊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关闭的国家 这个马尼顺怎么回答说 我不能 我的上帝能 这是一个信心的回答 他出到中国时候呢 竟然没有人要叫他中文 因为那时候是排外的年代 但是后来他还是有机会 定居下来学了中文 而且为我们翻译了中文圣经 来给我们 神就是这样的 为我们来祝福了中国人 他52岁就死在 葬在澳门 我94年的时候 有机会去澳门 去到他坟墓前边 来看他的见证 来回想这位传道人 真的非常受感动 如果你有机会 你也可以去一去 那么在十九世纪 还有一位宣教士叫戴德森 也是英国人 他来中国也是 你去看他的传记 非常的被人排斥 他在中国受了很多苦 买账妻子买账孩子 孩子在中国 把生命倾倒在中国 还呼召了许多宣教士 从英国过来 去到中国的内陆 内陆就是 可以比较 没有人去的地 都是派去 为了要使福音进入内陆 他们这些人学中文 要来把福音带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 能够进到神的国度 何等的蒙恩 在大约四四年前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个洋人的这个一个姊妹 过来分享 他去他做监狱事工 那监狱有华人在监狱里面 那他没有这个语言可以跟他们沟通 所以跑到我们中国教会 就希望我们教会有人去 那么我那时候在想 很多年前 他们西国宣教士 要因为中国没有基督徒 福音刚开门 他们要进来学中文 把福音传给我们 今天我们在北美 有华人在监狱里面 井南没有华人去 要一个洋人 他去也不会中文 这个好像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就报名了参加 那么他也要培训一段时间 不是随便可以去的 然后感谢主 也后来有其他的弟兄也加入 后来一段时间 我们的牧师也加入 我们也得到一些安全的这个clearance 我们就都可以进入 可以要我们要登记进入 所以一段时间 大概有几年时间 我们弟兄就开车 周六时候开车进去里面 一个月一次进去 去探访 在里面就跟他们查经 他们就抽烟 这个烟就喷着我们这样子 然后有洋人的监犯 他们看见有 他们也想过来听 所以我们就分组 然后也有机会 神要我们来做见证人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来回应 保罗在以赋所书 说这句话呢 我们来听听 他说以前你们与基督无关 这是你们就是指外邦人 在以赋所书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在神的诸服里面 你们没份的 你们是外面的人 这不是你们的 你们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没有神 这是外邦人的光景 也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也是外邦人 但如今在基督里 靠他的血得以清净神 今天我们信了主 我们与圣徒同国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 今天在中国呢 有可以千万 可以上亿的基督徒 很多地方 虽然没有看见很多教堂 但是很多很多基督徒 福音因为 这是人们所需要的 在这时候我也想 我们很多人这里 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自己 我的父亲 跟我的祖父同时受洗大概 然后所以我是第二代 那我的孩子第三代 我希望我们一代一代的 来传福音 所以你也需要做见证人 向你的亲人来见证你的信仰 希望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最后一代 下面一代 他们不论是基督 希望神使用我们的身份地位 我们来做基督的见证人 保罗汉说一句话说 我今天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这是他的见证 我今天能够 他过去是逼迫神教会的人 他今天成了何等人 是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吃我的恩不是土乱的 第二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蒙恩 是的 我们也是蒙恩 但是我们蒙的恩没有突然 他以生命来报答神的恩 他为主献上 但是我们也可能像保罗说 我们也来回应 我们也回应神 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有什么果效 这不在于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来回应 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也可以像保罗说 神所给我的恩没有突然 神所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求主给你我有爱了灵魂的心 愿意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成为别人得福音的管道 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 使人跟我们一起来享受 神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佛感谢你 你不单把丰富的救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实在是你的儿女 你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给我们这样的福气 求你叫我们来回应 求你感动我们来回应 叫我们受恩不至于土难 叫我们在你手中 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 叫我们生存在地上 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 叫人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求你也看顾我们的儿女 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儿女 也是在这个时代来跟随耶稣基督 来这个时代分别为圣 你来保守他们 我们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的生命 好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的生命 好将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 被看为有价值的 继续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 叫我们所做的 都是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蒙你的保守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生自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圣子耶稣基督圣名祂 圣子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彼此成就世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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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明天 因祂活着 不再之后 我甚至到 祂长官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祝祂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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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祂活着